户下被移送警局征讯 涉嫌在军用品店纵火的流性嫌犯 其实先前就有纵火烧车的前科 如今又因为与店家有商业纠纷 大胆纵火 尽管至今还是否认犯案 不过过往的黑历史一一曝光 修出名细指正历历 担任军用品店负责任的流性嫌犯 早在去年10月就被军品厂商大原国际 控诉私吞货款与产品遭到提告 而他不止官司缠身 更是前科累累 面对远警搜索 紧张神情全都写在脸上 去年2月流性嫌犯 假借高山领队的身份 带团参观保育中心 却趁机偷走山羊骨骸标本 放在家中当摆设收藏 还向其他山友炫耀 行径恶劣最后被医窃到罪送办 但他的离谱行径一装结一装 外表阳光的流性嫌犯 在登山界小有名气 日前也被曝出 跟前女友交往期间 劈腿追求设不伦练的 登山家曾格尔 还涉嫌从大楼攀降 偷窃前女友价值 400多万的名牌精品包 被曝警提高 流性嫌犯过去曾是职业军人 担任两棲蛙人 还加入水中爆破 退伍后接触登山野外求生活动 创立军用品专卖店 两年内扩展三家实体店面 不过近年涉嫌窃盗纵火等罪 现在正面形象彻底崩坏 也得付出法律代价 金新闻黄奇洋 王竹英彩虹报道